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蒙古行来到了尾声之际 他一刻也没闲着 今天他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家福利院主持开幕仪式 完成开幕仪式之后 方济各的蒙古行也画上句点 天主教宗方济各在返回梵蒂冈前 为蒙国一家福利院主持开幕仪式 这家福利院主要为当地有需要的民众 比如家暴受害者 移民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援助 方济各抵达福利院时 当地志工以唱颂赞美诗的方式欢迎他 方济各在致辞时表示 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通过经济实力来衡量 完成福利院开幕仪式后 方济各在随从的护送下乘坐专车离开 一批来自中国的天主教信徒 特地前往福利院外头守候 只为亲眼和教宗见一面 有些信徒还突破保安的围堵 冲向方济各的专车向他问好 方济各这一趟历史性蒙古行 被外界解读为尝试修复梵蒂冈和中国的关系 也被视为对严控宗教活动的北京传递信息 俸落到北京传递信息 当下乎是有加组和新海草的女人 夙安 病人 感谢观看